今天來到南昌的南昌會 旅途的一間太興 吃什麼呢? 哇! 合適啦! 是藍芽啤 你看多大嗎? 你好! 什麼? 拿來湯 這個藍芽啤飯非常合適 很大碗 其實最重要是吃這個藍芽啤 我最喜歡太興吃一隻湯 如果你吃飯的話 就加28元就可以吃到 那是什麼湯呢? 哇! 不知道你們看不到呢? 白酥酥滑滑滑滑滑 這個時候喝 其實就是坊間很少有的 恆汁豬肥湯 哇! 沙魚的湯 我稍後會試吃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但一定好吃的 因為吃了這麼多次 是太興這個恆汁豬肥湯 足料好吃 那我現在先吃吃吧 拜拜 日行日 如果 kilos 不 packed 那你先吃到咖 xu 另一半 來版材料 你適合 怎麼變 我覺得 sogar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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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医院里最重要的是一个暖水糊 因为它们会有一个时间帮你放一些滚水 我觉得在一个很冷的环境,有一个滚水非常好 所以我用了很多款暖水糊 何时我用这款,因为它是很幼的 我打算,因为那时候不够力,所以很方便我拿 但每次稍微一动,就会变得掉 因为它太幼了 你看,只有这么幼 一只手指这么多 所以在医院里,经常都会叮咚 后来我有力量,我在轮椅的时候 就常常想喝水糊 但太大枝,我就不能够担心 所以买了一个很小枝 它很有趣的 它有一个茶架 其实整体很小的 但后来我竟然发现这枝更有趣的 因为它除了小枝外,它很幼的 有没有看到? 比这个还要幼的 所以我又买了它 现在它这个和我随身 常常会带着 因为随时都想喝水 但它没有茶架 这个很厉害,可以保温六个小时 所以又小 又不阻定 而这个是我后期发现的 因为触摸鱼 因为触摸鱼 可能陆时有些会再进去 我发现幼的水糊 容易摔 但是粗的水糊 比较直径大 很多时候是要旋转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现在的鱼也是在睡在这里 所以根本都不充气 根本没有力量扭 所以发现这个手机 非常方便 单手 你可以这样控制这个盖 在这里 抠起它 这样就可以开了 这个触口很浓 那我方便呢 是在咽咽的姐姐帮我们浸水 你对比这个 就是我以前用的那个 你看多幼 这个 浸水多不方便 而且很容易倒 而且每次喝你都要打开盖 所以这个鸾水会经常打喝几次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它保暖的功能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有一个扣放 很稳定 很保暖 很保暖 需要的时候呢 你可以单手 按一个键 那就可以打开到它了 OK 很方便 有个防辣嘴的棕嘴 出口很小 好 今天分享完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时候 人们为什么说暖嘴 不能放一些 汽水 或者果汁 奶 那其实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因为 汽水有气 如果这个保暖会 密封了之后 它如果气在里头 动到它可能会爆 而奶或者果汁呢 它因为是容易一些 腐烂的饮品 如果它里头腐烂了的话 它会弄坏里头的内藏 所以很多时候 保暖会 它们说 不要放糖 不要放奶 不要放甜 当然 最后不要放汤 因为都很难洗 对不对 那就是 不要放汽水 就是这个原因 那今天分享完了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 如果不喜欢的话 按个赞 鼓励一下 拜拜 这个保暖杯 是这样开的 首先 你开了这个部分 一部分 这样开了的了 嘿嘿 OK 上面 单手 鎖它 搞定 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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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